大家好,我是Sammy 之前一年三集邀请了超过20年英国税务经验的会计师David 和大家讲解了新英国财政预算案取消了Londomisa制度之后的影响 新税制无论对已经去了英国或未移民去英国都或多或少有影响 影片播出后很多人都有很多问题,看完都好像有点混乱 所以今集会和大家来个总结 基本上新税制影响是会分4类人,你究竟是哪一类? 另外还会解答坊间常见的疑问 就好像有人问,究竟拿着英国BC护照的人有没有影响? 还有遗产税又应该怎么计呢? 今集这集就和大家讲完 开始前做一个免责声明 影片内容主要是根据英国截至3月14日已公布的税务资料 由于有很多资料的细节仍未落实,日后都随时有变 所以内容只是作参考 假如资料有变,大家请以官方资料为准 其实整个税制最受影响是否可以大致上分4批人? 4类人受影响是怎样分法呢? 第一类就是你打算去英国 但原来你不打算申请互入制RB 这类人未出发,摆明我都用常规的做法 那些人根本身制之下影响不到他 唯一他翻译的好处是 原来我四年逃生门给他 你根本就变成四年期划 就不用夹着迫他去买房子 压力沽低很多 对这类人,你问我,我的感觉是有利的 日后常规收入,要不要交英国税的后话 他心里都预认我 第二类人就是想去英国 但到时原本想去申请RB 申请互入制 这类人也有少少影响 少少而已 但是,因为四年给他 如果他要买房子 其实一样,他都给逃生门 还有,一般来说 申请互入制 在原本报税的角度来说 都有一些复杂 但今天就说不用互入制 没有这件事,大家不用烦 相对地,他报税压力和难度低很多 所以整件事容易理解 免税期就是免税期 救济之下 又要看你会不会回款到英国 这个很重要 尤其是要在英国打香港工那些 就是资金流动 但是申请之下 这四年里面 你钱、人工去不去英国 不重要 对他来说是好事 第三类就是 有点影响了 就是去了英国住 但是一直都没有申请RB 没有申请互入制 那这一类人的影响就是 这四年里面 他能不能够 entitle到一个优惠 就是这个逃生门 简单说 二一年那批去 看二一年几月 其实很大机会就拿不到 因为很多都去到 刚刚好 2025年4月 就刚刚四年 在新制度之下 你四年的优惠 其他都给了 你已经做了四年计划居民 就是要照计的 不会说 新礼新校先开始 就不是的 所以这两年其实是有影响的 当然了 二一年后期才去的 每天都还有一些时间的话 都还有一年去走斩 第四类 就是说 已经去到英国 但是一直申请RB 这一类人 其实是整个 英国新制度之下 是在某程度上 针对这些人 刚刚说过 就是说 如果你有逃生门 还有期的 那这段时间当然 尽量堵入去 这个是其他方法 就算你堵不到入去也好 没有逃生门不够期 在英国水谷国内来说 就是觉得 虚欠了你 害到你 好像表面上 交多了英国水谷 那就给你一些优惠 给你一些 优惠 就是刚才说的那几件事 如果在我那里来说 很多客户是 能够好运用这几个 弹性处理的 过度期的治疗 可能还有数 当然似乎 所以就是一二三四四 所以那些治疗是怎样的 你可以找找David David 他会帮你计划一下 看看如何可以 交最终的税 还有一批人 我想问一下 他们是否受影响 有些人本身有BC的护照 有英国护照在 但他们其实长期在香港生活 一直都没有做过英国的税务居民 其实这个改制会否影响到他们 他们需要不要交税呢 其实很多这样的人 在旧制入面 Domisau是一个重要的指引 新制之下Domisau这个不是重要的 看行为 所以如果这些人士 虽然Domisau是英国 但长期都没有在英国出现过 他的行为根本不是税务居民 在新制之下 总而言之就是你存够10年 10年没有去英国 简单说 你就是Qualify了前面的10 跟着后面的4就给你了 所以整件事在这里就说 你有没有BC是不重要 我经常说的 同时税务还税务 Visa护照是另一回事 一个是看行为 一个是看证件 两个 在我过去几条片里 都有不少人问一个问题 就是拿完护照 离开了英国 那还用不需要交英国税呢 这个就是未清楚 税务居民概念的例子 正如刚才David所说 交税和护照是两回事 即使大家拿着其他护照 都可以成为英国的税务居民 其实在年多前这条有关遗产税的片 我也有解释过 如何才会成为英国的税务居民 大致有三个 一起重温一下 第一 在税务年度里面 住满183天 上集都说过了 税务年度是由每年的4月6日 到第二年的4月5日为止 不是用大家Landing入境的日子去计算的 第二 就是大家在英国有一个居所 这个居所不论租或买都可以的 而你在税务年度里面 只要你拥有一个这样的居所 最少91天 而你在里面最少居住了一个月 都算是税务居民 换言之 你不一定要住逐183天都有机会要交税 第三 你在英国连续365天都是全职工作 很明显这就是针对在英国打工的人 所以有些网友就这样问我 我哪年哪月入境 用不需要交英国税 我真的有些不知道怎么回答 因为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中第二或第三个条件 同样地如果你是BC的话 或者你已经是拿了英国护照之后 就搬回到香港或其他国家的话 你不再在英国住 甚至连英国物业都没有 那大家就不是税务居民 那就不用交英国税了 但是大家要记得 大家如果曾经做过英国的税务居民 是会有洗底期的 只要大家在七年里面 有四年是税务居民 之后离开了英国 五年之内 再回英国再做税务居民的话 大家在那离开的几年没有交过的税 是要补交的 所以不要以为这么着数 想着今年卖楼或退回保单 拿钱就回香港住一年 不做税务居民 然后第二年就回英国住 做税务居民 你以为这样就可以被交税吗? Sorry 是办不到的 如果你真的要想着 离开英国不做税务居民 你要有心理准备 一走要走五年 最少 不过英国都有一个税项 不管你是否税务居民 你也有机会要交的 这个就是遗产税了 我知道以前有一个税 就跟Domisa 不是Domisa的制度 影响很大 就是遗产税了 因为只是Domisa才要付遗产税 浪当就不用蒸 如果现在废除了 那遗产税那边又怎样去计算呢? 先修正刚才说的 其实在旧债之下 但是遗产税 Domisa和Domisa都会中的 如果你是Domisa的身份 简单来说是Domisa 理论上是英国的财产才进入税网 境外的就不需要 所以这个动作 很多人影响到 去英国居住所谓的 财产分配的秘密性 如果你是Domisa 理论上是全世界资产进入税网 境外是没得豁免的 但是今天的文件里面 它是轻轻提过 如果是取消了浪当的话 在遗产税上 是不是说你没有了浪当 即是你入了境之后 全球资产 当当版 当当版即是全世界资产 你来西手 简单说大家例如 最初几年就离开了 就是你全世界资产进入税网 理论上是 四成的 遗产税 我也看到文件有提过一些字 可能 可能 那个期间就给你十年 即是 游入境之后计十年 之后就跟你计算 但这个 不是很实 还在咨询文 即是讨论的阶段 所以我也不太肯定 究竟是最终的这个版本 看看到最新的更新 是怎样再说 这个影响到一个 英国人士的财产配置 和遗产税策略的部署问题 这个其实我觉得是更重要的 有关遗产税如何抽 抽多少 有多少遗产税的免税额 在我这段影片也有提及 这些内容基本上是没有变的 现时 只是改了浪Dormsor那一部分的资料 大家可以skip了浪Dorm Dorm 那一部分 再看其他内容 不过 正如David所说 现在这个税制 都是一个框架 未来真的会有更多细节去推出 假如未来有更多资料的话 再跟大家跟进 所以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好 今天David也多谢你抽这么多时间 和我们解答了最新的政策转变 希望这一集可以帮到大家 如果有些什么想咨询的话 其实在这个影片下 都有David的联络 大家都可以联络到David 今天时间就差不多了 多谢大家支持 拜拜 拜拜 在这里做个预告 因为其实都发现很多移民英国的香港朋友 都想知道多些英国的税制 坊间虽然有很多资料可以找到 但是通常都是东一忽 西一忽 没有什么系统 最重要是不知道资料对不对 所以今次和David商量过之后 初步构思了会合作推出一个英国的税务网上课程 或者应该叫网上资料包 资料和内容就会由David提供 大家不用怕错 而我会负责整理资料 然后用视频的形式放在网上给大家看 大家看过我这么多影片 都知道我一贯的present方式是如何 都是主要会深入淺出为主 但因为都需要时间制作 所以今次都会收回少少的费用 可能都是一千几百元 现在这个都是构思 未谈实 因为都想看看大家初步的意向 看看是否真的有兴趣 因为David也很忙 如果没有人有兴趣 就无谓烦他 如果多人有兴趣 都想知道大家重点想看哪些范围的资料 落实的话就可以集中火力做那些内容 在影片的资讯栏 就有一个Google Form 是一个问卷调查 欢迎大家给一下意见 如果多人有兴趣的话 城市机会也会高一点 今次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觉得我这条影片有用 记得Like、Share和留言支持 还有记得订阅我的YouTube、Facebook、IG和Patreon 多多支持 下次见,拜拜 一enge 1个点 击火 1个点 1个点 您会参照